大家好,又是我五高 今晚就和大家讲一下这堆石 大家不知道这堆是什么石呢? 可能有少部分网友都很醒目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不过我这些都是刚刚才知道这堆石的作用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就记得留意 因为这堆石可能很重要 亦是令你身体会得到很好的帮助 令你的健康和灵性都得到提升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听下去你就知道 首先,这些石是什么? 要先讲讲,要多谢我一位好朋友 他教我这种石 其实这些你都可以当它是水晶 而为什么这位朋友介绍给我听这种石呢? 因为我一直在研究5G 那些EMF的危险性 我想找一些好的又有效方法 可以让自己身体 不会受这些EMF的影响 自己亦都之前有一堆产品都买了 贴在手机底下 带在身上的颈链、手链、戒指 但是他就告诉我 这个石呢? 是叫松戒 这个松戒是近年发现的 不算很久远历史的 但是发现了之后 现在无论是科学界 或者是灵修界 或者是身心灵界 都很重视这只石 那这只石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都一直在研究中 希望我今次的分享 就带给大家一些 比较新而有用的资讯 这只石是 刚才所说的就是松戒 松戒是什么呢? 如果中文我找出来 如果我在网站找到 松戒本身有个中文名叫 刺石墨 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 其实它本身是有很高碳的含量 它有分级数 就像普通珠宝那样 如果最高级的 很高碳含量 它就差不多98% 那些叫Elite 或者Type 1 你会看到不同名字 总之是 碳含量越高 就代表它的质量越高 它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制品 有些是普通的圆石 有些是圆粒石 有些是制成钓咀 例如钓咀 例如我最近买的那些是手链 也有镜链 不同的形状都有的 而它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说到很多很好的医疗效果 例如心脏病 过敏症 皮肤病 关节炎 消除疲劳 都有帮助的 但又是那句 你知道一说到可以医病这些东西 就不可以亂说了 这些只是作参考 大家就 当是资讯那样 就吸收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拿它来医病 因为你都明白的 现在不可以说这些东西 特别公众场合更加不可以说 在YouTube频道 而另外它另一方面 就是可以防止辐射 这是我今次研究这些石 针对的原因 因为我想找一些有效的方法 去防止EMF 对身体的危害 因为正如之前我几条片都说 5G 无论它有没有阴谋 也好 它始终的辐射是一定存在的 就算没有5G 4G 各种WiFi 其实现在在现代社会 是不断的 只会有多无少的 虽然它可能未必是很有杀伤 未必是致癌 或者是一些很严重的病 但始终它对身体 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之前我的影片也说了 很多医学博士 在不同的听证会 各种场合 公开场合都已经说 有研究报告 我觉得WiFi 也好 EMF 也好 發射塔 也好 机站也好 其实都会对人 不同程度 身体上 都有影响 所以我 为了保护自己 我都想一些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自己 暂时看来 我觉得这个 似乎是一个 挺好的方法 为什么 我觉得它好呢 除了它 在这里 claim自己有很多 医疑不同病的功能 或者对病人有舒缓作用之外 另外就是因为它本身 如果玩水晶都知道 其实水晶本身 都不是很便宜的 其实很多石 都如果漂亮的石 比如金发精 可能你想求财 那它要漂亮的 可能都会挺贵的 那当然 你不是一定说贵 就是好的 那当然 还有其他你要懂得利用它 懂得清洗 懂得输入讯息 懂得启动水晶 各种技巧 你都需要有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Software 不是只有水晶的硬件 有了它 就一定解决了 你想 或者想得到你的答案 那 说回这个松介 其实它另一个point 就是它本身 真的不是很贵 那 当然 这个可能是 现在大家 不是很认识 或者大家 仍对它 在这个 即是 不是很普及的情况之下 那 我觉得就未必很贵 但是它似乎 我觉得它因为产地 它暂时只有苏联有 它是一个偏的地方 苏联才有的 那 所以呢 就 我觉得 始终产地少 那会不会有人 有心来炒起我 我又担心 那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研究一下玩一下 那 你可以不妨入手 买少少 可以看一下 对自己是否有帮助 那 值得研究一下 因为又不是很贵 我都买了少少回来 有些手链 有些石 那 我最有兴趣就是 刚才说的 防辐射的功能 以及吸收负能量的功能 以及 平衡情绪 这几方面的功能 我都很有兴趣 因为 始终我 对电脑时候多 那 吸收辐射一定是不少的 那 对于脑 和 思想 不多不少都有影响 所以我都买了一些 金字塔 球 放在 电脑旁边 和 床边 这样的 我也是刚刚 回来的那些 那些 都 测试一下 那我测试完之后 我都会 告诉大家 其实 它对我来说的功效如何 那 另外 现在再讲 它不同的功能 或者如何利用它 有很多种用法 首先 其中一种 就是 这些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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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随时戴在身上 吊嘴 可以吊在脖颗 也是防辐射 比如 有不同图案 比如有这些图案 或者有些 File of Life的图案 比如有些不同形状 其实都不太贵 你看这些都是 两个多美金 这些都是 二十六个多美金 看看不同的大小 和不同的质素 不同的手链 这些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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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戴在身上的 另外 你当然可以买一些 放在电脑旁边 或者一些路线旁边 比如球体 金字塔 这些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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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有一些方便贴 这些手链 这些手链 贴在手机上面 看看 这些是File of Life的 吊嘴 我找一些手链 贴给大家看看 比如 有这些手链 贴在手机后面 其实也有很多 你随便 网上也找到很多 当然 它也不会很薄 因为始终 它也是一个石 可能都一mm度 最薄的 贴在手机的套里面 大家手机通常都有套 放在套里面 就可以防射 这是其中一个玩法 另外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测试方法 另外 买这些水晶 其实大家最担心 就是买到一些假的 特别 如果大家在淘宝买 或者大陆买 就更加担心 因为 说回我痛苦经验 我试过是在淘宝买一些 那些佛珠 那样的 它拍照出来 就很漂亮的 和我在香港买的 都很漂亮 很接近 那我又真的买了 买了 买了回来 都不发觉它有什么奇怪 我觉得依然是很漂亮的 因为它的颜色又很漂亮 它的造工很好 但是带了一段时间 因为自己本身 可能有手汗 或者经常是湿水 那我发觉 突然之间 它面上好像有些脱色 那样 我捉一下它 捉一下 捉一下 就发觉 为什么越捉越多东西 就脱了少少出来 捉一下 捉一下 发觉 原来它本身是胶 那它的胶 跟着就上了一些颜色 再加上其他物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物料 总之就搞到它很真 而且硬度也很相似 这是一些不开心的经验 大家都知道 淘宝 不时都要买到一些价值 所以一定小心 找回一些可信 或者有朋友买过 又没有事 正常的才能买 好 在这里不讲淘宝了 就讲回这个松解 如何测试它 是不是真价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本身 是有carbon 所以它是导电的 导电的 导电的话 你只要用咪 它标 就像这位女士 教大家如何测试 很简单 就测试它 测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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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它 测试它 测试 considered 测试它 保持鑑證, 用鏡子放在眼睛, 看看顏色 超複雜 另外一個功能, 這個也很重要 我有朋友在做, 就是做一些鬆解水 為什麼要做一些水呢? 其實這個鬆解是有一個很強的潔淨和淨化水的能力 他說可以將這些沉淨物和水不好的質量 變成一些健康潔淨的水 所以做這個鬆解水是有這個好處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水是可以做記憶 之前也有很多影片講過 或者日本的博士也講過 如果你對水講話, 或者做一些正面的能量 正面的訊息給他, 其實就可以令到結晶變得很漂亮 或者放一些金字塔, 發射一些正能量 在水裡出來的結晶也會很漂亮 大家應該看過不少這些影片, 這些不多說 所以為什麼要做一些鬆解水 其實做法也很簡單 其實做鬆解水很簡單 就是用十多顆石, 通常用漂亮的石 可以做盡量 然後放到玻璃瓶裡 然後加水在裡面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一點都不複雜 值得試一下 我朋友也做了鬆解水給動物喝 自己喝其實應該都可以的 我都準備會測試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或者口感如何 我試完再告訴大家 今天介紹鬆解水應該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就試一下 買一些回來試一下 也不是太貴 我遲些測試完之後 效果如何, 我都會告訴大家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覺得好的 記得按LIKE我 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未必知道這些資訊 希望幫到大家 明天就和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 拜拜